是的 主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红色机车斜躺在机满车道中间 杂物散落一地 仔细一看 口罩 安全帽内衬都沾满鲜血 触目惊心 一旁远警指挥交通 让车辆能顺利通过 这起死亡车祸发生在新北秀朗桥 18号凌晨12点左右 女骑士骑金秀朗桥 疑似不慎撞上分隔岛 连人带车摔倒在地 脸部和头部重创 鲜血直流 路过民众看到 连忙报警处理 因为这边特别黑嘛 他到我房那边 我是差一年过去 因为我才发现枪没有一个人 我看到他的时候车只躺着 就是人家躺在地上 也没有让他摔车的过程 我只是报警 救护人员到场时 女骑士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紧急送一抢救 人宣告不至 警方表示 后续将抽血检验 厘清有没有酒驾 因为现场没有监视器 详细事故原因还要再调查 以上最新主播 小心 警察 开轮 警察开轮 开轮 开轮 远警鹤枪实弹大阵仗 冲入名宅顶楼进行攻坚 手不要打了 你先打 开轮了 手都怕打 名宅境藏匿赌场 大批赌客见到远警 措手不及 规规就犯 刀手啊 对没有 刀手在干嘛 刀手 搜索票 OK OK 需要搜索票吗 上次哪需要搜索票吗 没有 我们没有 搜索票 负责人真的很懂 没搜索票不给劲 但警方早向检察官请到票 把这德州扑克赌场一次炒掉 你人名字对对 对对对 随便认字号 对对对 三字啊 一二三四 会在永和林森路这处赌场 早在七月初就因为出入 复杂被人检举 警方到场勘查 却发现焦花祖贤 竟在门口养了一只博美狗把风 虽然又小又可爱 但看到人可会乱飞一通 惊动内部犯嫌 警方只好释出谬州 攻坚时带了四六喂狗 才成功逮人 现场共查获主持人 含赌客共九人 那全案一讯后 宜请新美地检署来侦办 现场查扣现金 加上各种筹码 高达将近二十万元 朱仙 赌客也全被逮 大概怎么也想不到 栽在博美狗上 接着黄天耀 黄韵澜新闻市报道 好了主播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鞭炮开炸之后 浓烟直直窜天 超过三四楼层高 现场瞬间烟雾弥漫 还不断冒出阵阵火光 没几秒钟 道路全被鞭炮的烟遮住了 事情就发生在高雄左营 有宫庙举行大型的庙会活动 队伍浩浩荡荡 沿路放大量的鞭炮 从澎湃画面中可以看到 整条道路几乎都被摆满鞭炮 一串一串看起来非常的密集 有民众经过就拍下了影片 认为说鞭炮放成这样并不太好 烟雾弥漫已经造成空气污染 还把整条马路炸出 一块一块的焦黑痕迹 另外现场也有看到 许多鞭炮的垃圾 环保局接获通报之后 派原道场击查 跟着宫庙的队伍沿路搜证 认定公庙燃放鞭炮已经造成空气污染 至少会被开罚2400元到10.6万元 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形 记者之急停车场里带鸭舌帽的阿伯 鬼鬼祟祟祟他在做什么 阿伯必重就轻 疯狂跳针说指示借冲一下 看看他的装备 电动车上接着电线趁电箱没上锁 使用里头的插座 这里可是私人停车闯的 这样感觉 态度理直气壮 讲到后面还恼羞成怒飙脏话 地点在台中文心南屯路口 上午9点多阿伯似乎已经很习惯 拔车骑出家门蹭一下别人的电 他也没有写说可以给大家用的 不贵啦 哪有可能 人家在苏联的庆车 哪有可能说他的电池 就是一定能自己流下来 阿伯的电动车是旧型电瓶 充保一次电只需要零点五度 等于不用两块钱 就可以骑20公里 该电箱是紧急施工的时候使用的 他对本案的状况并不知情 那后续也会将电箱上锁 避免民众盗用 虽然停车场业者不打算追究 但阿伯为了省那几块钱 差点涉及窃盗罪 侥幸心态实在不可取 记者联明李云杰台中报道 民众站在冲浪板上 十而蹲十而站立 手紧抓风帆 在海上来去自如飙浪 云林三条轮海水浴场 是风筝冲浪的绝佳练习场地 全年有至少250天 适合风筝冲浪 这里风场条件足够 独特天然的地理优势 经常吸引好手来冲浪 没想到有人玩风筝冲浪 玩到差点出事 他们进港了 现在在加油站这边 交罚载着两名男子 他们因为玩风筝冲浪 被强大侧风吹袭 风帆偏向 导致脚上的冲浪板瞬间脱落 好在他们落水地点 离沙洲不远 赶快游上沙洲挥手求救 没有受伤吧 没有 我还好 只是差点被水通过 那边水现在退潮 水流出去很紧 幸好两名男子平安上岸 人没事但受到惊吓 基本上玩这个 应该水行都还有一点吧 夏天海边成为旅游热点 亲自玩泥沙叠石头 还有不少人乘风破浪 享受冲浪快感 没料到有民众玩到一半 因为风大 差点连命都没了 记者杨生王世涵 SG小组云林采访报导 画面中哄得一声 路边土石夹带树枝 瞬间崩落 惊天动地 一大片土石倾泻而下 树木连根拔起 随着土石一秒塌下来 场面惊血 但画面中证明红衣男子却没闪躲 淡定举起手机继续拍 宛如天崩地裂的场面 就在他眼前 尽在咫尺 之前六七月的台风就崩塌过了 崩塌过那边是要坐那个 挡土墙把它挡起来 动工的时候再弹弄下来 土石流发生在甲义帆路乡 大湖路段21.1公里处 六七月时土石崩塌 近期正在做挡土墙工程 没想到土石却在动工时再次崩落 当下立即派员抢通 预计在十七日抢修完毕 是昨天已经抢通了 怕晚上会有漏食 所以就把路封起来 不敢他们过去 目前摊坊路段正全力抢通中 近日天气不稳大雨不断 导致土石容易松脱 幸好没有酿成人员身亡 但目击摊坊却如此淡定 特殊场面也让人印象深刻 记者和国文卢彩谣交易报道